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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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 我呀 本来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可是 这个是个大事啊 我怕我不告诉你 你以后会埋怨我 您知道的对 给那个朱镜曹打电话 告诉他我来了 让他和他媳妇赶快回来 哦 爷爷 这个真好玩 这个船啊 是爷爷花了一个月时间给你坐的 喜欢吗 喜欢 想爷爷了吧 想 想不起来了吧 不是 爷爷 哎呀 这边 好 爷爷啊 回去再给你做一个小的 我好玩 我说 哦 废话我就不说了 我听你妈说 你们想卖了这个房子 换个大房子 我现在跟你说 不行 你死了这条心 爸 我结婚七年了 妈一直住在这儿 可可也越来越大了 大房子总得换的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反对 我跟你讲讲这个道理啊 一 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呀 是我给你置办婚房的 你没有权利处置 二呢 上海人将罗斯科做道场 这粮食一听啊 够住了 粮食 可可爷爷 你说把阳台封上也算一时啊 女人不要插话 有多大头 戴多大的帽 有多大脚 穿多大的鞋 假如你们凭自己的实力 能换个大房子 我不拦着啊 但是呢 这套房不能动 听懂了吗 这里现在的房价多贵 您是知道的 当年我们明明有机会 和茉莉家联合买大面积的时候 你坚决反对 非要自己花钱 买现在这个小房子 现在好了 房价追不上了 买不起大房子了 你要说所有事情都要靠我 你这不故意刁难我吗 那儿子 那个好好跟你爸说啊 商量着来呗 我供你读书 供你买房 我自认为我这个父亲 已经尽到了应该尽的责任 当然我这个父亲 也应该有我的要求啊 金曹 人贵自利 要不 你就把这个首付还给我 要不然呢 就别折腾 踏踏实实在地过日子 金曹 你有钱吗 没有 好 那就把那个房本拿出来 交给你妈保管 朱镜曹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懂吗 非让我自己动手啊 葛可爷爷 这是房产证 你放心 你的房子我们不要 金曹 儿子 这饭好了你上哪儿去 莫莉 你爸刚来 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你去把他追回来 一顿饭不吃饿不死 让他自己好玩想想去 我去看看 这个朱镜曹结婚之前 一直挺乖的 咱们现在学得 也敢给我顶嘴了 这都谁教的啊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这个朱镜曹 我真唯一 工作那么长时间了 还不能给你换个大方子 我老公最好 最棒 最威风 还威风 别分辞我了 面对强权 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敢于抗争 这还不威风啊 我爸说得对 我现在还真就是拿不出情人 靳草 你看 你怎么找到这个呢 你干吗 我老公最近受了不少委屈 我很生气 也很担心 我现在宣布 我们不要你爸妈的房子了 也不要我爸妈的钱 我姑母里有骨气 我不愿意在你爸妈面前再受气 我也不愿意让你 在我爸妈面前抬不起头 谢谢老婆 我老婆 你在任远 梁晓妮 最多三年 要靠我自己挣到的钱 给咱们换个大房子 到时候谁也别想过来 指手画桥 咱们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我想睡哪屋就睡哪屋 想吃什么外卖就点什么外卖 想多大声唱歌 就多大声唱歌 就这样的日子 想想你说 你傻笑什么呀 颜月 我是头一次发现 你比我情绪还有问题 那这次不是你受委屈了吗 我总要给你点温暖 这不是能量守恒吗 好 老婆 你拥挤的街巷 时光匆忙 лин字摇晃 鲁晓榴梳 滑灯未亮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 可可爷爷 金草 你干嘛要披上 披上 不是 怎么回事 你这外面有卖豆浆都不买 你看你这大早上 弄得跟打仗一样 吵死了 还让不着人睡觉了 再认认吧 很快就做了 包子来了 凉了吃一个啊 茉莉啊 我通知了灵霄和千牛 告诉他们我来上海了 他们说今天来拜见我 饭你操吃一下 你说他们表兄弟三人 就金草在上海买房了 在上海买房就等于有了家了 人来吃饭 你这个做二嫂的 好好表现表现 给这个未来的轴里们 起个摸饭带头作用 我没想到我身份这么尊贵 我还能给人带头啊 爸 要不吃顿饭 我来弄吧 我到外头 订个饭店 订个包间 订什么包间啊 家业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又有亲情 还有省钱 那也行 你要让妈想备什么菜跟我说 我在网上订 不是 那个 金草啊 网上订多贵啊 妈去菜场买 今天晚上我来做 今天晚上这顿饭茉莉做 孩子那么忙着上班呢 我做 茉莉做 可可爷爷 我真做不了 我今天下班都不知道几点了 我再做六个人的大餐 真来不及啊 你妈没退休的时候 中午就休息一个小时 骑着自行车 赶快来给这个浸草 做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 你又想要持家的权利 又没这个能力 这 这不好吧 你这个作为浸草的媳妇 来个朋友什么的 做个七个盘子 八个晚餐的 那多好啊 你什么都不会 真像网上说的 就成了巨婴了 是吧 行 不就是一顿饭吗 我做 好 金草吃早饭 爷爷带来的大豆 磨得这个豆浆 好喝不好喝呀 好喝不 好喝 好喝得这样 你吃啊 好喝 老婆别生气了 我爸他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 爷爷想请亲戚们一起吃个饭 大家热闹一下 等李叔到来 他放心了 也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你爸最好就耍这么一次威风 多了我也伺候不了啊 关键是我没那本职啊 我明白了 他顶天了 也就让你做这么一顿饭 我知道老婆辛苦了 你放心 我一下班就赶回来 陪着你 一定不让你一个人独自战斗 你少拿忽悠你团队那套话 出来忽悠我啊 好 康老师 这和原作差别有点大啊 我早就和你说了 这幅画是一年前的作品 新境变了 不一定还能够修补到 原来的神韵 嫌差别大 你当初就不应该 弄坏我的画啊 艺术不是流水线 需要灵感 你不可能让我 给你复制粘贴的 可是主题 风格 这些最基本的元素 不能变啊 要不然就不是客户 当初买的那幅画了 这本来就不是一幅画啊 照我说我还应该涨价呢 我去年什么身家 现在什么身家 客户拿去年的价格 买我今年的画 他已经是赚了 可你答应我好好修补 你说现在又这样 我 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啊 那是你的事情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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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老师 你已经很负责了 还亲自把画给送来了 这幅画 唐先生不要就不要呗 反正侦然也不在你 您今天来得正好 我那儿有几条 托人从尼泊尔带的大披肩 有条红色的 特别趁您 走 我带您试试去 走走走 走 不停 太好了 他爸 我看你这衣裳我也没喝水了 我给你泡了点枸杞水不气 放那儿 能不能安静一点 我说我今天最好不要打扰我 那我下去上小区溜个弯 慢慢写 沈黄范 天哪 我何德何能啊 我归于勤我是上海最亲舍的外卖 这给花不少钱吧 不是我 是吴女士琴客 阿姨早上点好菜 又打电话给我 让我做你的饭搭子 她说你生气了 一直不接她电话 她好伤心啊 冤枉 我早上特别忙 不方便接电话 顾茉莉 我都认识你快二十年了 你啥样我不知道 你说你颇大人 还跟自己亲妈似习 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不知道 这事不怨我 我什么不知道 再怎么说 那也是你亲妈 对也好 错也好 听就是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把你妈气饭命了 后悔都来不及 倒是谁管你 你是来当我饭搭子 还是来顺务的呀 让不让人吃饭了 吃吃吃 就这么吃 你别说这外卖真不错 这从哪儿定的 如何描绘春天的小日子 落比利落 生活的小麻烦 快速出手 就赢了大半 用色多彩 不同人生角色 都有蜕变快乐 自成一派 潮流预测 不如装扮个人特色 天猫三月上星期 唤星春天的小日子 莫莫莉啊 可可奶奶 啊 我今天不是得买菜做饭吗 所以放学以后你和可可爷爷 去接一下可可 把它送到吴老师那儿去学画画好吗 可可的美术课不是明天吗 对 明天吴老师临时有事出差 所以就改今天了 刚好可可爷爷在这儿 我想让可可爷爷去看看吴老师的书法 顺便呢指点切磋一下 行 啊 你放心吧 啊 我们去 谢谢可可奶奶 没事没事 你呀是净懒事啊 买菜做饭就不能接孩子了 他不是没操持过吗 他慢慢来嘛 再说了 这也说明他对你的话很重视 那你要不愿意去我自己去 爷 接孙女我得去啊 正好我看看那个美术老师水平怎么样 你别耽误了可可 行 这可可定的是几点啊 还有一个小时 好好好 着急 外卖 对啊 经典的上海本方菜 六人套餐一千八百八十八 绝对好吃 半成品啊 你能加工好 不许你怀疑我的能力 计划是这样的 我已经让你爸妈带着可可去学画画了 他们一回家菜已上桌 什么都看不出来 完美吧 我老婆真是聪明 那这样 你赶快把那个酒店地址发给我 我下了班就去寻 来 莫莉姐 这么早就下班了 家里有点事先走了啊 拜 朱总 朱总 服务器瘫了 老板说全体员工待命 等待IT过来修复来 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朱总 这真是太倒霉了 那厂家派了个新手过来为红 瞎搞一天 服务器就瘫了 行政部现在已经给所有人员订加班餐了 我看 这今晚就得睡着呢 老公 你到哪儿了 我可能去不了了 公司的服务器坏了 正在抢修 我今晚得加班了 朱镜曹你故意的办 真不是 那服务器荡机了 属于顶级事故 我必须要留下来处理啊 你就说今天晚上这饭 吃着成还是吃不成 你先别着急啊 你听我说 你跟吴老师说 让他多加一个客时 客时费可以算双倍 尽量拖住我爸妈 我这边叫一个同城急送 去酒店取菜 不用了 我去取 大哥 你和钱牛到哪儿了 这里出了点情况 你们先别上去 在门口等着我爸爸 看到他们 拦住他们 对 千万别让他们上楼 尽量拖延时间 回家了 可可 喝口水吧 喝口水 来 爷爷 杯子里没有水了 你爷爷拿着没水了 没有水了 爷爷不对 爷爷不对 二姨父 你们家在哪儿来着 又忘了 我再跟你说 七号楼一单元八零二 八零二我知道 我找不到那栋楼了 找不着那个楼 我告诉你啊 那个 那 那个楼就是在 就是 你这样吧 我们在大门口那儿 前面有个水塘 我们在那个水塘附近等你 好吧 千牛吗 不是他能是谁啊 大门口吧 不是 这不可能啊 他跟他妈把咱家 都当自己家了 他不知道咱家 不知道咱家这桩楼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这么大个小区 这楼长得都一样 那我觉得也不可能 大哥 电话打完了 都听见了 教你的词都记住了吧 都背起来了 能发挥不 发挥什么呀 按背好的来 大哥 你看着点我啊 我顶不住了 你赶紧上 知道了 知道了 走走走 你就这么快孩子 你老天哪 还能自己玩 二姨 二姨说 来了 来了 可可 小师傅 你来了这么多汤 连家门都有找不着啊 不是 我说你 你不能怪孩子 你现在这个小区 变化这么大 他来个一趟两趟能记住啊 行行行 走吧 回去吧 等会儿 我 我刚才跑半天哪 我这个鞋 鞋松了 我再紧一紧 这小区环境是真好 这小区啊 确实太大了 是吗 二姨父啊 我每次来到这里 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你想说他 是吗 是啊 您这宅邸 坐落在如此 树林眼映 曲静通幽 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环境地 此情此情 我忍不住想银尸一手 好 这个小区真是好 好 住在这里没烦恼 心态好不会变老 舒服得我想 洗个澡 你瞎去洗一下 大田娘 大田娘 这叫湿吗 又洗澡又洗脚的 回家吧 走 走走走 二姨 二姨父 我这也是有感而发呀 二姨父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说 这么好的小区 当初 这是谁选的房子啊 谁选的 我 你看这个楼王啊 你别看他是楼王 他除了面积大点 日照不如咱们哪儿强 不如咱们哪儿好 你看 咱这房子 上风上水 风水好 你风水好之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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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一说风水 我跟你二姨父就没完了 对对对 二姨父 我最近也研究风水呢 怎么 这上风 你快点 钱牛和林肖珍拖着我爸呢 再晚的话 我把他们撑不住了 你烦死了 不是那这些外卖盒 也不能拿上去啊 拿上去了 被你爸发现怎么办 还是你想得周到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先生和你赶紧停车呀 快 快 快 这个风水穴啊 太神奥了 它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你要真感兴趣 二姨父带你都跟你说 那个 二姨父 我还有个问题啊 我想跟您研究研究 可可该喝水了 没有水了 可可没水了 二姨 我来啦 五香来啦 那个 二姨父好 可可好 小博好 这不是人到齐了吗 回家吧 走 等等 我 我系一下鞋带 拿着 二姨父啊 这每次来这里啊 我都有一种 心晃神怡的感觉 您这宅邸 树林掩映 取静通幽 山青水秀 鸟语花香 你是不是 也因试一首啊 二姨父啊 我还真准备了一首诗呢 那怎么回事啊 说的台词都一样 出什么事了 可可该喝水了 好好好 大哥 你把我词给说了 明明是你把我的词 抢得先说了 我这不没时间了吗 才把后面也给验了 好 放那么多打包盒 就这几面胡萝卜 才弄一个盒 真是不还了 别放我院了 快点了吧 干嘛呀 干嘛呀 妈妈 我们竟然吃外卖吗 听见了吗 外卖 你嫌你 在这儿 给你 такую 我感觉 你回来 我的词 我给你一次 这是我跟大哥 精心给二老准备的礼物 还请笑纳 谢谢千牛啊 我们的 一样一样 奶奶 什么时候吃饭呢 要不我给大家煮点面条吧 十分钟就好啊 你先坐这儿 就知道吃饭 爸 饭总得吃啊 这东西都是现成的 炒一下就行 再说了 大哥千牛他们 还饿着呢 饭可以不吃 但道理得讲 他们两个都是大小伙子了 饿一会儿没事 妈 要不你先去拿点吃的 你先给可可点吧点吧呀 好 走 可可 奶奶给你拿点吃的啊 来 咱坐这儿 按计划啊 本来这个时候 你先坐吃饭那儿吧 我们应该全家欢聚一堂 举杯轻衣 共聚友情 可是因为朱镜草的媳妇呢 不成熟 不担当 偷鸡取巧 偷奸耍滑 所以 害得我们到现在 都饿着肚子 爸 今天的事情主要责任在我 我公司临时出了点事 互端互捕出家和万事兴 建议朱镜草家庭这是小情况 我建议他的家庭必须整顿 所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我写出了朱氏家规 贴在这儿 供你们学习 虽然你们两个不姓朱 学一学也没什么坏处 老冯姐 我 我 朱氏第六十三代孙 在先祖精神的感召下 特制定本家规 凡朱家 儿 习 子孙 当每日凡行 立志遵行 一 国风症 新国安邦 家风症 安居乐严 一家之风 这有三情四戒 首情 脑情 读书情 戒来起戒来多 戒奢华戒骄傲 朱家之人 朱家之人 当勤俭之家 一周一饭 当思来之不宜 一丝一缕 云 亨念雾里面间 朱家子孙者 凡有奢华 淫逸者 主旨 二 凡嫁若我朱家之儿媳 须已成相待 彼礼相处 安分守己 武领长者仪 勿使父子愿 修存猜忌之心 修听一间之语 修作生分之事 修专公共之力 奉先行孝 二 处下司公 轻以勤劳 以行得意 三 施不言 寝不语 身在家中 需衣着得体 见到长辈时 需主动问候 二十四 凡违背者 深切反省 悔改 坦然受罚 嗯 嗯 二义父啊 今天特别有幸 这聆听诸事家训 深有感触 我一会儿还约了人 谈事情 先走了 改日有空 再来探望二老 听君一席话 盛吃一顿饭 我饿就饿一顿 二义父再见 走我就不送了 有时间来玩吧 哎 走了 嫂子 慢走 保重啊 慢走啊 哎 走了啊 爸 您这是何必呢 让大哥和千秋 又这么陪着 打脸还得找个见证啊 你们还怕被打脸啊 是我想打你们的脸吗 是你们自己的言行 打了自己的脸 我要求病不够啊 只是操吃一顿佳眼而已 结果怎么样 砸了吧 你说连一顿饭都做不了 还不该理家规 小题大做 你说什么 我说我总算看明白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顿饭的事 您就是为了要推出这个家规 故意找茬 可可爷爷 您那家规里二十四条 什么早起问好 错时起数 除旧请外都得衣冠整齐 还有什么每天 必须喝十次水 每次至少四分之一杯 睡觉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甚至连放屁都不能出声 静藏你出声了 你违反家规了 我就想问问 这么事无巨细 你把我们都当可可了 还是要立规矩 没有规矩哪有方圆啊 我要一条一条地 帮你们理解 诸实家规的含义 不是切而行 要学会发自内心的 怎么做一个诸家人 静藏 从下个星期开始 咱们整理家居环境 我要教会你 怎样在狭小的空间里 生活的体面 坦然面对 您这是要常住啊 你现在理解爸爸的苦心了吧 我不光把你扶上马 我还得送你一程 好 爸爸这都咱到家规 先给可可洗澡啊 这孩子都睡成那样了 那戏什么戏啊 老婆 对不起啊 让你受委屈了 家规第三条 时不严 请不与 晚安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诸事家规第八条 长辈尚未起床时 切勿大声喧哗 我们老板一大早 给我发信息 让我今天去景德镇出差 真的 不然呢 双瓶奶我已经放冰箱了 待会儿可可起床 正好回温 你待会儿拿给他吃啊 我知道你生气 你给我点时间 我来解决 长辈还在家里呢 注意你的严行举止 我送你去高铁站 不用了 高铁站和你们公司 正好两个方向 你要送完我 你该迟到了 你还是留在家吧 好好学习一下 诸事家规 说不定你爸 还要让你写五千字的 新的体会呢 我走了 我走了 我去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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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我走了 等他放了 那你回去要走了 任何 又作妖 是不是跟朱靖曹吵架了 哎呀不是她 是她爸太奇葩了 我晚點再跟你說 現在說了我怕影響我心情 我今天有件 特別重要的事要辦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祝你好運 馬上大餐 可可 爺爺早 早 好好吃啊 早不出差 晚不出差 我這個家規剛頒布了 出差了 是不是躲著我呀 躲著你幹啥呀 我們現在的工作性職位 就是這樣吧 我有可能隨時出差 你就是有工作 公公好不容易來趟上海 你也應該請假 在家盡孝 這都什麼年代了 還在家裡盡孝 我們現在隨時有可能 被老闆炒魷魚 炒了魷魚你也擔這樣 不是 不是 可可 你吃完了嗎 吃完了 那咱們上幼兒園吧 嗯 哎 好 爺爺再見 再見 再見 爸爸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昕曹 你出來 剛才當著你閨女啊 我真沒好意思說你 我不是挑撥你和茉莉的關係 你說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兒女過得好啊 但是這個茉莉實在是沒把你看在眼裡 你是不是覺得我這個家訓漁夫可笑啊 扪心自問 顧茉莉她竭傲不驚 你說你這兒有一味的縱容 你說你這個日子還 還想不想過成久啊 我扪心自問 我不需要我沒有什麼可以證明的 是你在缺失什麼 你想證明什麼嗎 吳靜草就你這個態度 我現在就罚你讀三遍 虧了人得讀 撥 在头 总是希望时间倒流 挫着退后 最初的所得 能够一直在守 甜美的时刻 可以始终不走 幸福的尽头 总有人献上出手 总是想要 先到上游 在座挽留 苛责的背后 是另一种温柔 只是不符合 想象中的拥有 不许靠放手 来证明自己拥有 足够的自由 满足成长的需求 不惜用担忧 只表达内心的诉求 勇敢的温柔 抚平洒眼的伤口 不惜用伺候 来作为深爱的借口 正式的感受 正式的感受 愿与彼此的温柔 不需用泪流 来结束此刻的愧疚 告别的挽留 告别的挽留 早已过窗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